三十一,香港相報,兩個女人的戰爭 2015年7月11日香港評論A.02海峽觀察 你尤其台灣2016年的大選,被民間形容為兩個女人的戰爭 一個是現任立法院副院長國民黨的洪秀處 一個是民進黨的現任黨主席蔡英文 也有人從比較引人注目的角度形容為兩個獨生女人的戰爭 因為洪、蔡英文君至今仍未結婚,他們是否獨生主義者? 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洪秀處或蔡英文君未發表過談及獨生主義的言論 假如未來八個月,台灣大選明年三月舉行 沒有任何意外,台灣就會出現史上首位女總統 這字不免使人聯想到韓國的首位女總統朴謹慧 秋巧他也是未婚而單身,在基本上由男人絕在的世界 任何一國一地能有女性領導人,都可說是女性之光 兩個女人的戰爭,也正是這次台灣總統選戰的一大特色 以下簡單介紹一下洪、蔡義仁的基本資料 洪秀處、浙江如搖人 1948年出生,現年六十七歲 是國民黨中常委 學歷為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教育碩士 現職立法院副院長 其辦事風格較為強硬 有小辣椒之稱 蔡英文 台北市人,1956年出生,現年五十九歲 是民進黨主席 曾任行政院陸委會主委 學歷為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法學 博士及美國康那爾大學法學院法學 塞時,蔡英文與李登輝是康那爾大學校友 為李登輝是農經博士 值得補充一句 李登輝的兩國論 蔡英文是原創人 此亦可見理財關係不同一般 同時,由此亦不難上及他們二人與台獨的密切關係 宋楚瑜或分薄紅票員重選戰的角度說 民進黨先敲響戰鼓 國民黨萬了不止半拍 原因是 民進黨捧蔡之聲一早響徹全黨 蔡英文代表民進黨出征並無懸念 但國民黨初期人選頗多 包括黨主席朱立倫、副總統吳敦義、立法院長黃金平等人 正是人多聲音雜 連洪洪你方唱罷我登場 但最早報名的洪秀處幹勁十足 堅持到底 且爆發力驚人 對上述多位對手軍表現出的尊重又毫不畏懼的精神 其中尤其是一度構成重大威脅的黃金平 最終 黃金平等人均未領表 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並祝福洪秀處勝出黨內初選 過去的數次大選 國民黨有勝有敗 勝是勝在大團結 敗是敗在不團結 國民黨勝敗的轉變關鍵是在李登輝時代 由於李登輝的排姓以致台獨思維 導致國民黨的分離 先分出一個新黨 再分出一個親民黨 尤其是宋楚瑜的出走和建立親民黨 造成了國民黨在2000年的大選失去政權 吸了台獨頭子陳水扁上台的機會 當然 此一敗局的主要責任在李登輝 但宋楚瑜作為政治人物 不能相隱為黨 顯然也有部分責任 一個政黨的成敗 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能否團結 這是歷史證實的規律之一 從台灣這次大選及藍營的角度說 宋楚瑜跟一揚言考慮參加明年大選 可能又成為藍營及國民黨的巨大負面因素 宋楚瑜今年七十一歲 健康常階 但他的政治光環已大不如前 他若參選 性望甚微 但對洪秀處的破壞性卻不少 因爲他們的票源同屬泛濫 宋楚瑜2004年及2012年亦都爭參與大選 亦都同樣擺北 其中2012年那次得票指得2.77% 倘以大局為眾 宋楚瑜者此不宜參選 更不應參選 以確保洪秀處的票源不被分薄 國民黨成敗關鍵在團結兩個女人的戰爭 誰勝誰敗 在現階段自然只能以民調的支持度 無家以判斷或猜測了 在選戰號各初命時 只有民進黨和蔡英文的聲音 那時的民調 蔡英文好似天下無敵 國民黨除了馬英九案規定不能再參選 其餘的朱立倫、黃金平、吳敦二等人均 但不是蔡英文對手 洪秀處宣布參選之初 民調也並不看好 與蔡英文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差距 那時 蔡英文的支持度保持在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二 但在國民黨中常會於6月17日通過挺紅出徵後 民調形勢立即大逆轉 此前 由於紅秀處是黨內初選唯一候選人 民調支持度已逐漸上升 到中常會一致支持並再表決時一秒通過 在當天民調結果中 紅蔡之比是百分之四十一比百分之三十八 毫無疑問 這是民眾尤其是藍營人士民心所向的表現 其中因素之一 顯然是頗多台灣民眾不喜歡 不支持蔡英文的台獨理念 傾向及表現 由此可知 不論是不是台灣流行的說法民易如流水 意即很容易變化 只要國民黨大團結 藍營大團結 那就完全可以做到以不變應萬變 兩個女人的戰爭 估計由年尾開始 因爲兩黨的運作進入決戰階段 爭鬥的形勢必然百熱化 佳時 國民黨和藍營 均必須堅持大團結 用一切力量推紅秀處上台 唯有如此 方可確保紅秀處必勝 也不錯 禁言 禁言 李遊祺 中文字幕——YK